各位同學,我們現在要示範說明的部分叫韓式泡菜 韓式泡菜呢,我們先要把食材洗乾淨 首先要把蔥啊,這些蔥啊,大白菜啊,這些蒂頭先去掉 然後洗乾淨,洗乾淨,整理乾淨 食材要整理,頭灰頭,頭灰頭,所有的食材要把它洗乾淨 頭灰頭洗乾淨以後,整齊的放在這邊,帶切 你在洗的過程中要整理,要整理,要把頭切出來,整理出來 好,蘿蔔跟紅蘿蔔一樣,我們切成立方釘 好,我們先切成立方釘 把那個蘿蔔呢,因為要讓它們出地 所以我們先把會滑的那個圓片,先把它切一段出來以後 然後呢,放在沾板就不會滑來滑去 然後呢,一公分開始切下去,全部切 用固定的切過去,一公分,一公分 然後很快的,很快的我們把這個 白蘿蔔的一公分的力 一公分立方的這個小釘呢,把它切出來 你切的時候,手提你,手一定要固定它才不會 不會,不會讓蘿蔔好掉 好,然後呢,我們把蘿蔔擺整齊之後呢,開始切丁 我們把它切丁,切成丁 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,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 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,而且是直角 你在切下去的時候是直角切 好,可以了 好,弄平,整平以後,直角,直角下來 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,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 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,而且是直角 你在切下去的時候是直角切,好,可以了 好,弄平,整平以後,直角,直角下來 刀�永遠不要朝自己,而且是直角 你在切下去的時候是直角切,好,可以了 好,弄平,整平以後,直角,直角下來 好,接下來我們就是好好的把你的白蘿蔔 摸紅蘿蔔摸都切成丁 切成丁放到大盆子裡面,然後先用鹽醃 一樣我們韓式泡菜也是一樣 要先用鹽醃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你動作要快一點 我們才能夠在課程內把它結束 醃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用鹽醃 然後抄 左手要小心 那拿,拿刀子的時候呢,要特別小心你的手,好 手是這樣固定,手是四個手指固定,然後你的刀子挨在你的手 一直往後退 往後退 往後退 把地頭去掉 把地頭去掉 好 沖乾韭菜 我們就切斷就可以了,不用切丁 這個,這個沖乾 我們先把沖乾 我們先把沖切進來 沖乾 沖切斷 3公分的斷 好 再來我們把韭菜也一樣3公分的斷切好 好,趕快喔 我們接下來要用鹽醃 醃一個小時 醃一個小時 我們韓式泡菜 必須要加鹽進來 醃一個小時 好 好 好 要先把那個,重點喔 切一段出來,然後這樣子切 好 同學看著喔 黃昏坡也是一樣喔 切成丁 1公分的丁 你的手永遠是這樣 好 好 然後背後一直 背後一直要動作 鼓勵的下來 先把那個 一切有空間 再來講 好好吃喔 一大一炒麵 一大一炒麵 一炒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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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還可以再算數了 還可以再算數了 十分鐘 還可以再算數了 還可以再算數了 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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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剩接到公司了 接下來我們把薑跟蒜頭切成河氣 我們菁姐多點 不要先吸飯 好,我們把所有的食材切成一公分的 我們把食材放進來之後 把蒜頭、薑切 蒜頭跟薑都切成末 把薑也切成末 一腳 鮮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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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吃喔,為什麼鮮魚都這麼好吃 鮮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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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我們把韓式泡菜 淹過一個小時的韓式泡菜 把鹽水擠掉 把鹽水擠掉之後把鹽水倒掉 我們把鹽水倒掉 接下來我們要把酵母菌加進來 酵母菌加進來再搓一搓 再把辣椒和胡椒粉 這些調味料也一併放進來 我們再把辣椒粉放進來 再拌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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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攪拌均勻之後 再讓它放下一個小時 甚至於可能要四五個小時以後呢 那麼我們的韓式泡菜就算成功了 好